将几张纸像这样摆放 在最上方的纸上随便画几笔 调整光源 把这些纸拿起来 后方照射第二个光源 纸的不同层数产生的明度变化 和第一张纸上的颜色交织在一起 理论上来说 如果把第一张纸理解成一张画 而其他的纸进行雕刻 从而控制透光率再加上光源的变化 那么这张画就能用光做出特效 理论存在时间开始 首先把第一张纸上的画做出来 这也是我第一张正式的版绘作品 自学了几个月还是有些生疏 完成后打印出备用 接下来就开始对齿进行雕刻 这就是做好的雕刻 将它们与之前的画摆放整齐 开始调整光源 现在第一个光源就位 只要将第二个光源移动到后方 于是你便得到了它 开始 开始